在唐代三百年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 科举考试也有一个从高官士族逐渐向下层平民转移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呢从这个初唐圣唐一直到中晚唐 这样一种载相中间近视人数所占的比例也可以看得出来 据吴松国先生在他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这本书里边的统计我们可以知道 唐太宗时候的宰相只有许敬宗一个人是秀才 房玄明侯军吉两个人是隋朝进士 其余的二十六个人都不是科举出身 从高宗时候开始宰相中间 中科举的人就逐渐的上升了 比例加大 高宗朝宰相是四十一个人 有两个是隋朝的秀才 唐初晋士籍帝者就有九人 明经着帝者两个人 那么科举出身的人就占了十三个 已经达到四分之一 请不吝点赞 三不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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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些平民之地下层市民考上了进士 而且当上了宰相 无疑对一般的世人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科举正日益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而且这样一些高级官吏 又有很多是来源于下层民众 这种情况到了中唐时代就更为突出了 你比如说宪宗时候的宰相 总共是29个人 进士出身者就达到了17人 这个进士第一次在宰相中占了多数 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 进士的地位 从与明经平起平坐 已经发展到独霸天下 而且下层民众的子弟进入进士这样一个行列 并且做到高官者是越来越多了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宰相等高官中科举出身者 日益增多 科举也就受到人们格外的重视 一般的世子禁区 科举之路就成了世所必然了 那么与前代的茶举 辟招制度 比起来科举的优越性 是非常明显的 他对世子个人才能的判断 相对有了客观的标准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就避免了 有考察者带来的主观随意性的判断 换句话说 就是在试卷面前 人人平等 你有没有才能 那么你通过你的考试 就可以得到改善了 但是呢 这个科举也有他不公平的一面 这就是貌似公正的科举 留下了不公正的可能 这指什么呢 指的主要是唐代的考 科举考试呀 他采取的是不乎名的办法 就是每一个考生的名字 考官都可以看到 那么考官对这个考生的个人喜好 亲疏远近等等 都会影响到考生的成绩 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有一点 就算是考试完全是客观公正的 机会对任何人都是均等的 但是由于参加考试的人太多 而录取的名额太少 那么世子高度的期望值 和这个非常高的淘汰率呀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 这对矛盾 从初唐一直到晚唐 都始终存在 那么唐代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 有多少呢 最起码是以纤维单位的 这个傅玄丛先生 在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 这本书里 曾经对唐志炎的一段话 做过一个分析和统计 学校与各地所送的声援啊 明经每年是1390人 近世是663人 两者总和已经超过2000了 每一年2000的举子呀 有多少能成为幸运儿呢 根据文献通考所记载的 唐登科技总目 进行统计 进行统计 那么整个唐代进士考试是260次 其中登地的人数在35 35人以上的 仅26次 30人以上的 共53次 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呢 是闲分4年 是录取了79年 录取最少的是永辉5年 条路2年和永龙2年 只有一人 只录取了一个 从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 登地人数最多和最少的都在出唐 这恐怕是科举处于草创阶段的情况 到了中唐 登地人数大抵呢 被规定在20人左右 比如在唐德宗的时候 唐德宗在真元18年 就下过词书 说自今以后 每年考试所收之人 明经不得过一百人 尽是不过二十人 如无其人 不必要满此数 据这个道理 那么每年考试所收的人 明经不超过一百 尽是不超过二十 那么举子被录取的机会 就只有百分之一二了 这种情况呢 是真真正正的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 那么他这个录取的程度 比起我们今年的高 我们现在的这些高考呀 恐怕来的还要严格 还要严格 那么注定了绝大部分人 在过桥的时候 都是落水者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这个进士考试的竞争程度 就大大加剧了 由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先冲过者为胜 那必然要引发激烈的竞争 这种竞争 可以说从举子 最初参加的现一级的考试 就已经开始了 此后还要经过周 府等等一系列考试 要经过京城礼部式 和礼部的官式 每一场考试 可以说都是无情的竞争 随着竞争中的优胜劣汰 那么摘得桂冠者 充满了得意的笑 而落地失忆者 则充满了痛苦的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代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分离的状态 经济中心 特别是到了圣唐以后啊 开始向南方转移 可是南方在文化上 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许多南方世子 他们能够了解一些知识 能够参加科技考试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当时依赖从北中国 从长安被贬折到南方去的这样一些贬官的教会 才得以完成 南方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 是朝廷贬官的天然的流放所 比如张岳被贬到荆州的时候 就提拔了后来的那个宰相张九龄 刘宗元被贬到永州 韩玉被贬到潮州 当时那些落后地区的世子呀 有相当一批人就向他们来求学 来求学 有些后来就登地了 比如唐志炎就记载 说京南节就被称为天荒 如果在京南这个地方 从来没有被朝廷科举录取过进士的 是天荒 大中四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刘退的 是从京南被举送到朝廷 最后几地了 那么后来有一个姓崔的大官 来到这个地方 坐镇 就赏给了刘退七十万钱 叫什么呢 叫破天荒 这个钱就叫破天荒钱 破天荒这个词语就是由此得来的 以前是天荒 现在你登了地了 所以破了天荒 于是我就给你这样一些奖励 这个进手以数目巨大的款项 来奖励破天荒的流退 说明南方橘子 中地的艰难 相比之下 文化中心地区 关中地区 就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由于它文化发达 那么考生的水平比较高 所以望朝廷举荐的名额就自然要多一些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周多 分更多 分多周少的局面 还是得不到真正的改观 在这样 关中地区呢 又以京兆府和童华两州 表现最为处处 京兆府就是京城所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 童华呢 童州就是现在陕西的大历 华州就是现在陕西的华阴 这两个地方因为靠长安比较近 童华比较发达 所以每年的局子就非常之多 但是他们也获得了一些便利 一般来说 京兆府第一名解诵的局子 这第一名就被称为解头 几乎是未来必然的近视 由于周府送了第一名过去 就像我们现在的高考状元一样 那么他他他他第一名 所以就可以成为理所当然的近视了 所以争得就非常激烈 感谢观看 《记忆记》里边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王维 年轻的时候 文章就出名了 而且王维是 性贤音律 妙能琵琶 特别的懂得音乐 懂得音乐 当时他来到长安 就在这个 达官 桂门之间 这个幽从 与齐王的关系 非常好 所以深受齐王的 看重 当时有一个近视 叫张九高 张九高呢 当时的声明 非常的大 大家都认为 今年张九高 必能被投名 送到 朝廷里边 去参加考试 唐人把参加考试的 世子称为近视 考中以后的世子 称为前近视 所以即使你没有考中 也是以近视相称的 那么这个 王维也要参加音局 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知道张九高啊 有可能啊 当第一名 并且受到了谁呢 受到了当时公主的拒荐 公主当时权势很大 就把张九高做第一名来推荐 王维知道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 齐王 请求 齐王 来 关照自己 齐王就对他说 公主的势力太强 不能跟他力争 我给你谋划一下 你把你以前所写的诗 比较好的 唐路上诗篇 然后把你所谈的琵琶 心声 比较怨切的 奏上一曲 后五日 来到我这里来 王维就依照他的吩咐 这么从事了 齐王就对王维讲 说是 你如果用你的文章去夜见公主 那么公主是不会见的 不会见的 如果你能按照我的说法 装扮成那个灵人 也就是用歌舞来演绎的 这样一种演员 就大力的希望 于是在这个 王维答应之后 那么齐王就拿出了锦绣衣服 非常的鲜美 让王维穿上 让他戴着皮疤 同到公主之地 齐王说 这个我因为你 这个 非常喜欢这个乐舞呀 所以呢 我就带着九月来奉宴来了 于是就命令张燕 那个 带着一批灵人呢 就开始步入正堂 王维也在其中 当时王维年龄非常的轻 妙年 妙年洁白 皮肤很白 风姿都美 很漂亮 利于前行 公主一看就被他吸引了 说这是什么人呢 这个 齐王就说 这是懂得音律的 于是就命令他独奏新曲 声调哀怯 满座动物 公主就有点惊讶了 说是你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 王维回答 叫玉伦袍 公主就更为 这个 奇异了 问齐王 齐王回答 说这个 人呢 他不仅懂得音律 而且会写诗 写了诗 没有人能比得上 公主就讲 说那你有你写的文章吗 写的诗歌吗 王维当时就 把他准备好的诗卷 递给了公主 公主读了几行之后 就大为惊诧 说你这些诗 都是我以前所备诵 所读赏的 以前都认为是古人所做 难道就是你写的吗 于是 就让王维赶紧换上 原来穿的衣服 把他从灵人队中 言请到了客人座的地方 这个 王维当时风流运集啊 说话也非常的有趣 一座敬欢 大家都非常高兴 这时候齐王就说了 说是 如果今年经兆的解头 能够让这个学生来做 那么他可以说 就给国家添了一彩了 那么公主就问 干嘛不让他去应举呢 齐王回答 说这个学生 如果不把他做第一名推荐 他是不参加的 听说你已经让这个 别人来做解头了 就是那个张九高来做解头了 所以他不参加 公主就笑了 说是这个事情 跟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那个张九高是别人托我 才有了这件事情 现在有了王维 那么你如果要考进士 我当为你尽力 王维起来牵械 于是公主就把考试官 招到了他的宅地 直接吩咐 那么王维就做了解头 而且一举登地 这件事情很有戏剧性 很有戏剧性 可以看出来 当时经兆府在送人 去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 其中还是有很多机关的 当然 据傅贤聪先生考证啊 这个事情呢 不尽可信 因为张九高 是开源名相张九龄的弟弟 他是在中宗景龙三年 明经登地 王维呢 则是在开源九年 进士登地的 两者相差了十二年 不可能发生 王维与张九高 争解头这样的事情 尽管这件事情 不是真实的 但是 这段文字 仍然具有认识价值 他写出了文士 真解头的活动 贵妻 对科举的干涉 顺便说上去 就是王维 作为金兆府解头 对事 并在后来呢 成为状况 可以说是民与实负 民与实负 而那个唐代 许多重状元的人 有很多呀 并没有太大的出息 并没太大的出息 包括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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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众经兆解头 近视状头和博学 红瓷科 赤头 而被称为 张三头的 张又新 张又新 这个这个这个 当时科名 非常的响亮 但是 他的实际的文学创作 却并不怎么样 并不怎么样 在千堂诗里边 只留下了 二十多首诗 这次 感谢观看